Hi,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be 2.x,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上节课的加瓦环音变量在Windows中 最后总结的时候写错了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斜杠 它这个斜杠应该是这个斜杠 不是一个斜杠,斜反了 我现在纠正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配置的同学可以修改一下 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但是习惯Linux中斜杠反而觉得很尴尬是吧 好 安装完Eclipse以后就可以打开了 这里我安装的是MyEclipse2014 双击以后就可以进到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开始验证我们的环境是否安装正确 选择file 然后new下面的Java project 然后确定 起个名字我们就起hello我的 好,next 好,完成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了一个加瓦的项目 在这里 然后这里面是圆码 圆码包就是src下面方圆码 然后我们这地方来先建一个包 加瓦中是有包的概念 然后我们建一个包叫test 好,确定 这地方可以把包名改一下 不要带项目名称 这就是test 一般这个命名我们稍微规范一点 就比如说随便写的话不太好 那我们一般都是以公司的名称的域名反面写 比如说我的网站是macadon.com对吧 我写的话就用com.macadon.com 然后一个www反面写 好,这个包一键 我们在这它上面我们建一个类 Java的类我们定一个hello我的 看Java的类的书写 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那后续的每一个都是大写 它就是那个驮风 骆驼的那个分 那中间是小写 这里面选择它的主方法完成 那这个时候就会生成这样一个类 它有主方法 这些加代码字母生成了 我们按住按住这个Ctrl键加D 可以把本行删除 删除那个注射 现在我们输出一句话 驾驼中输出一句话怎么写 是system.out 驾驼中的提示非常方便的 所以使用一个ID也是非常好的 print我们使用这个方法 ln的方法 ln和没有带ln的print 区别就是ln它是一个换行 print是没有换行 我们输出一句 hello 我的 hello加瓦吧 hello 我的 hello 加瓦 好 那验证这个环境是否安装成功呢 或者说我们验证一下这个Eclipse 是否安装正常 我们点击右键 然后选择用行 在run案子里面选择 加吗 application 好 稍等 它就在编译 然后 就会出来运行结果 因为这地方很多同学说 怎么没有出来结果 不要慌张 这地方是因为老师这个 输出界面 console没有打出来 好 算哪里找到这个console呢 window下面有一个shell wheel 然后这里面有console 选中 看到没 刚才那个运行呢 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再变一下 再运行一次 保存 Ctrl加S 然后run as 这句话打印出来 说明你的加尔环境 和Eclipse 集成环境都安装好了 加尔8的下载呢 还是这个目录 那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查看 下载下来 这样的话 防止有些同学找不到 或者是下载不了 我们看一下 Linux中 如何安装加瓦环境 首先我们启动一下虚拟机 点击继续运行此虚拟机 提醒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还是没有安装好 这个环境 老师提醒你 就是在刚才的这个 就是在刚才的这个 路径下呢 下载这个 虚拟机的环境 还有这个CentOS 6.5版本 及时跟上老师的节奏 因为你如果只是去听的话 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跟着老师的这个节奏去做 学的会更快 我觉得编程的密集呢 就在于实际 编程编程再编程 真的是这句话好经典 听着像废话 但是实际上你认真去思考 觉得这是真的是真理 还有就是坚持 他说的编程编程就编程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坚持坚持再坚持是吧 这地方的IP又变了 我们连接一下我们的虚拟机 用XSL连接 那这些软件呢 都是在这个 都是在这个路径下 可以下载的 再重申一遍 我们进去一下 我们先改一下IP 50 连接 保持 好 进去了 我们看一下 if 那这个时候我们 嗯 首先呢 安装这个 JDK到Linux上 那首先我们是要将这个包 下载下来 然后上传到Linux上 那我们现在把包下载下来 比如说我们已经下载了一个JDK7 老实的8呢 不早先删掉了 那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在Windows上上传这个包 到这个Linux如何做呢 那这里呢我推荐一个 WinSAP这个工具 那它可以向Windows上的这个文件传到这个Linux上 是非常好用的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XSAP本身呢 它也是携带一些好用的这个包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新件传输文件 这地方你是需要安装一个XFTP 点击这个呢 它就会打开这个XFTP进行文件传输 实际上呢 这个工具来说呢 都大同小异 那只要能力就可以了 那WinSAP就是一个类似于 刚才说的XFTP一样 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连接一下我们的 服务器 虚拟机 我们刚才这地方我插播一句 那老师刚才在这个 因为好多同学可能发现了 老师频繁呢 在换IP 那我也说过 这个是DHCP导致的 那我现在设置了一下 IP乘静态IP是如何设置的呢 首先我演示一下 因为我这个CentOS呢 是可视化的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说 可视化界面中呢 点击这个小图标右键 然后编辑 编辑中选择这个连接 Auto5 然后点击编辑 然后选择这个这方 刚才是老师呢 是这个DHCP 也就是说自动获选IP这种配置 现在你改成这个方式 就是以物理方式连接 那这地方配置一个IP地址 那老师配置呢 是192.168.42.100 这个IP地址呢 可是不能乱配的 这个地址呢 和你虚拟机的网关 那就是说你这个 在这个地方呢 也打开网络与共享 这边选择更改 然后这地方呢 有一个虚拟网卡 看到没两个 那那你不能乱配 所以你这地方 你要配置 你和你机器 这边有一个相当于网关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有个42.1 那老师用的呢 是这个这一个1 vm1 那这地方看一下 它的IP是42.1 也就是说老师连接 要跟这个虚拟网关的这个地址 是一个网段 也就是说是42开头的 这样才能使用本地计算机 连接到这个机器上 好 然后配置着紫网研码 是2525255.0 然后网关呢就刚才了 看到的那个42.1 配好以后呢 点击提交 然后关闭 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IP 就是刚才我们配置的 192.108.42.100 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它没有生效呢 我们不用着急 我们可以使用service 然后network 然后restart 回车 它就会重启网卡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它的这个IP重启以后呢 也是没有变化 和这地方显示这个关闭 然后重启 OK 实际上在这个没有界面的这种控制台下 就说CentOS或者其他Linux系 实际上我们都是不会去安装这个界面了 那老师之所以有这个界面是因为方便有些时候的演示 就是很多人恐惧这个Linux 觉得Linux没有界面是非常痛苦的 那从这个可视化的来说 那从这个可视化的来说Linux还是比较炫的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界面 我们如何配置它的IP地址呢 先cd到这个etc下面的sysconfig config 然后是network 然后是-crib 这东西是记不住的 但是你知道它的那个大概位置可以使用table键补齐找到 好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呢 这里面呢有一个刚才看到的这个autoeth5 对吧 那很多人可能不太一样 这地方可能会有eth0 eth12345等等 那这地方呢如何确定我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ifconfig一下 那老师的这地方呢是5 所以我这地方应该编辑eth5对吧 好我们编辑一下eth5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师刚才设置的这个物理IP地址是42.100 那你如果没有可视化环境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修改 那这是IP地址 那这是一个网关 然后这是DNS 好这地方呢也是可以配置dhcp的 你可以把dhcp关掉 也是一个nol值dhcp等于nol 然后配置完呢 刚才也说了 然后配置完呢 使用这个service network 然后start 进行一个启动 这地方呢就启动了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IP还是这样子 对吧 这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方便了 好 我们现在呢连接一下 这个呃用vnscp连接一下这个我们新建一个吧 为了和大家保持一致 我们新建一个 192.168.42.100 好它的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hadoop 好我们先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给它一个名字 为了方便期间 我们就注意一下 开动hadoop 保存密码 确定 我们进行一个登录 好用户名是root 往后退一下这个一个小软件 好这地方呢就跟这个 普通的其他一些系统的ftp 是一样的 这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 在系统上的一个路径 看到这个 我用之前 我之前创建这个路径 这个目录 他都在这是吧 好我们在这地方呢 上传一个文件看一下 上传很简单 就是将它拖动 拖进进来 就跟vnscp连接是一样的 好这还会有一个可贝 好等待一下 它就上传到这个linux中了 好我们看查看一下 它到底传上去没有 我们可以cd一下到根目录 然后cd到马开东下滑线 cd到file rl一下 好刚才我们上传这个文件呢 它就在这里 那这个我还没有传完 所以它是以这种后缀的 好现在已经上传完了 我们rl一下 看到没有它就上传到这地方了 因为有些时候啊 我们解压它是没有执行权限的 所以我们用change mode 然后用777或者是u加x给它权限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解压 toutlzxvfjdk回撤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将这个jdk解压好 等待片刻 因为这虚拟机可能有些慢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开发 好它还在解压过程中 它这个过程中呢 你不要去做一些退出操作 或者是按住Ctrl-C等等 或者Ctrl-Z都不是不可以的 这个时候呢 解压好以后呢 就有这样一个文件 那看上去这个文件是比较的不太好看 我们可以重命名或者叫移动mv 念错了 jdk 1.7命名为jdk7 好 现在安装jdk7和jdk8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编辑一下etc 看一下当节目目录是pwd 好 我们复制一下 vim-etc 修改环境变量 profile 好 好 回车 然后看一下 因为之前呢 是有这个配置的 那我都是将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做一个全新的配置 actport 然后是java-home 然后我们指定高层路径 下面的 jdk7 那这地方安装78呢 这地方自己来选择 那本教程的78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其他的变量引进来 因为这地方已经有了java-home 然后我们就可以引进来一些其他的 首先我们把pass写进来 然后这地方呢有一个点冒号 然后引其他的 然后引其他的 比如说 引java-home 引进来他的bind 那linox中呢 引多个变量呢 使用冒号隔开 然后继续引一个java-home-lib 这个时候呢我们往总退出 就已经将java环境退 将java环境安装好了 然后sauce一下etc 用来编译 点java 然后编译完以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 号进制的自解码 这一个类名 点cloth 然后执行呢 这地方是编译 然后是执行 使用的是java 这地方是小写 java 然后是类名 好 我们在linox中安装了 是否正常呢 我们也测试一下 我们先java一下 java c一下 如果出现这种类似于这种帮助的 这种东西 说明我们安装是没问题 那么测试一下这运行是否有问题 那我们也先建立一个hello java word 好 我们把刚才的hello 我的粘进来 保存退出 wq 然后我们使用加网命令 java word 回车 这地方 报了一个错误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 他说你类 没有 不存在这个类 说有些东西说明明存在 怎么可能报这个错呢 好 这地方呢 注意 老师刚才讲过的 java c 类名.java 它是用来编译的 java.类名 还是去用心的 所以你现在去执行一个java文件 相当于他没有编译去执行 是不行的 所以 加完 c 先去编译 回车 好 编译完成 我们ls一下 看一下 编译好的文件 也和windows家一样 是java word 点class 我们现在去执行一下 好 我们现在带上这个.class 回车 还是会报错 那我们不带呢 它就成功了 删除一下刚才编译的文件 rm一下 hello.class 删除 是 然后我们现在不编译 我们用java 然后不编译 然后写hello 它会用行吗 显然不会是吧 我们就试一下 还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加尔命令是去执行的 加尔c是用来编译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